成为皇帝的妃嫩之一 也成为了后宫中悲剧的妃嫩之一 江彩嫩早年家中发生变故 只留下他一个古女 被果军王收留在王府中当一个丫鬟 第一次出场是甄嬛生病 在清凉台养病的时候 那个时候幻璧就不喜欢他 出门就问阿静 他是不是果军王的通房丫头 虽然阿静说了不是 果军王为人正派 不会弄这些出来 幻璧的心中仍然觉得江彩嫩是个威胁 于是便在后来嫁进了果军王府 成为了当家人之后 做主将将彩嫩送给了皇帝 我们都知道后宫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虽然他入宫的时候 后宫的大部分势力都在甄嬛的手中 还算是相对比较温和的 同时因为甄嬛和果军王之间的关系 也会对他给予一些帮助和庇护 而且英贵人自己本身的性格也比较安静沉稳 皇宫本来就不是他想待的地方 皇帝也不是那个 他真心想鬼身的人 所以他入宫之后并不争宠 这一点也颇大皇帝的喜欢 本来英贵人在皇宫中的日子 虽然不是十分的舒心 至少也还算安稳 却不想突然就火从天降了 他被三阿哥看上了 看过剧的朋友想必都知道 在剧中英贵人的直接死因 是因为三阿哥对他的狂热追求 被静贵妃所发掘 静贵妃为了打击皇后 而向皇帝告发了此事 却不想被皇后倒扣一个罪名 皇帝又为了保全帝王家的面子 就将英贵人给赐了白领 而三阿哥只是被迅士了几句 可怜英贵人就这么相消欲允了 然而其实 其实没有三阿哥的追求 没有那一封情书 没有那些荒唐的言行 英贵人最后也会惨死在后宫之中 早在三阿哥遇见他时说的第一句话 就已经按时过英贵人的结局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当初三阿哥选福尽 被青鹰弄得不痛快 在御花园散步时遇到了英贵人 当时英贵人正在上话 对着一种叫没人脸的花看 三阿哥一见到英贵人就眼睛都直 当即就脱口而出了一句诗 名花倾过两相欢 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 这句诗是李白写给杨玉桓的 诗的第一句是 云响衣裳花响容 写的是杨玉桓的美貌 世间少有儿族的帝王的喜爱 但是我们都知道 杨玉桓虽然的帝王的喜爱 结局却很凄惨 在马威波被帝王白领赐死 而本剧中的英贵人最终 也是被白领给赐死的 三阿哥当初说出的这句诗 就已经二十了英贵人的结局 就算没有三阿哥的追求 英贵人也不会活很久的 甄嬛和国君王的私情 被皇帝发现的那一日 从皇府中出来的他也是必死无疑 只是三阿哥的追求 加速了他的悲剧而已 就算了一日 感谢观看